现实生活中,人们一旦遭遇官司都会想尽办法打赢官司,却往往只是为了争口气套个说法。 然而在凝聚着中国古老智慧的易经里,也存在着关于打官司的卦象——送卦。 那么送卦究竟包含了怎样的神妙玄机呢? 是不是只要掌握了送卦就能帮助自己打赢官司呢? 台湾师范大学曾氏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易经的智慧。 请继续关注《争强好胜》。 我们把虚卦颠倒过来,就变成送卦。 虚送这两个卦叫做复卫中卦。 从这头看过去是虚卦。 从那边看过来就是送卦。 叫做一体两面。 任何一件事情,只要站在不同的立场,他的想法就会不一样。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,这两个人意见不同,其实不是,是立场不同。 我们不能不站在自己的立场,所以很难避免说公说公优理,婆说婆优理。 公说公优理,婆说婆优理的结果怎么样? 就是素质以暴力。 讲不通就答,但是那毕竟是不文明的。 所以我们就发明了一个字,叫做送。 你跟送一边是言,就是开口说话,一边是公,就是说给大家听。 你说给大家听有什么用? 以前是有用的,以前大家在拼命里,附近的叔叔拼拼,老人家,你来听听看。 我们两个到底哪个有道理? 然后他就来排解,那就发解掉了。 现在不行了。 现在说给大家听,我们把它更进一步,叫做什么? 是强者会去告弱者吗? 应该不会。 你是强者,你根本不用去告他。 你吓唬他,你威胁他,你叫人打击他,就够了。 会打官司都是弱者,去起诉那个强者。 所以打官司赢的机会不多。 这是第一个我们很清楚的道理。 强者,他如果能够照顾到弱者,他能够分享,当然不是说平分,分享不是平分。 就是照顾照顾他,让他那种不平之气稍微得到缓解,就不会告了。 不管谁告谁,都是因为什么,我们先看宋挂的挂词,就知道了。 宋就是挂名。 首先出现的第一句话,叫做有辅至。 有辅就是信用,就是诚信。 知就是窒息的。 人与人之间,诚信一旦窒息的,窒息就是不通了。 父不信任。 当双方面,你不信任我,我不信任你的时候,那没有办法,那只好数字法庭。 而且我们一定要知道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会停顿在那里。 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会停顿在那里。 不是越来越信任,就是越来越怀疑,越来越不信任。 他要么阳,要么阴。 你看两个人越走越近,但是近近近,你还是要保持安全纪律。 你太近了,最后还是决裂的。 你跟好朋友好到不得了的时候,就开始要翻脸了。 所以人要有个分寸,就是这个道理。 在现实生活中,征送往往是产生于利益纠纷。 所以就不免会发生在合作伙伴、经纪朋友、 甚至是家人之间。 而发生征送的原因,常常是因为彼此的不信任。 那么宋瓜提醒我们,当发生利益纠纷时, 是不是一定要靠打官司来解决问题呢? 在这个时候,最需要注意的又是什么呢? 当诚信出了问题,彼此越来越不相信的时候, 你要怎么样? 要替。 替就是警替。 替这个字是送挂、全挂的重点。 第一个,要不要打官司? 一旦进入法庭,那是没完没了的。 你看他一审,所谓不服,二审,一支审。 搞过三五年,筋疲力竭,最后还没有结果。 所谓警惕就是我高度的警觉。 要不要打官司? 这一打下去会怎么样? 我受不受得了? 第二个,我能不能打赢? 每一个人都说,当然我赢了。 因为历史说你一定赢的。 最后说不赢,那没有办法。 那时候法官不公正,他一推就推掉了。 又不是我审判,我尽力了,绝对有把握的。 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。 你要不要接受这样的一种惨局? 就算你赢了,对方会服吗? 有一个日本教授,有一次跟我吃饭的时候, 他讲了一句,我终身不会忘记的话。 他说,你们中国人最高的智慧,一个字。 我说哪个字? 他说就是那个画的。 大事画小,小事画粮。 画,今天就叫做庭外和解。 你看全世界的法律只有我们, 我们对法官的奖励很奇怪。 你庭外和解的案件越多, 这个法官绩效越高。 不是人家告诉你一定要判,你判干什么? 你判的两家就成仇了。 所以很多人打了官司说,这个法官怎么不判? 不判才是好法官。 法官一看,你这个有什么好够的? 这种事情,谈一谈就好了吗? 这么动气干什么? 我在美国只要有空,我都会跑到他们的法院去看。 因为美国是以法治国的嘛。 里面的那种千奇百怪的。 有一个儿子,他结婚的时候,没有请他爸爸。 他爸爸就到法院去告他儿子。 说儿子结婚,居然不请我。 我当时也觉得很好笑,怎么会这样? 然后法官就问那个儿子,你结婚,为什么不请你爸爸? 那儿子讲得也理直气壮。 他说我结婚只请少数常常来晚的人。 我爸爸跟我很少来晚。 我请他来干什么? 结果法庭就判儿子胜诉,爸爸败诉。 那个美国朋友就问我,你们中国怎么样? 我说中国怎么样? 中国从来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 他说为什么? 我说中国,儿子结婚是爸爸的事。 你看,我儿子结婚,我亲你。 你说我不认识你儿子,你认识他干什么? 认识我就好了。 美国人完全不能接受这种事实。 这就是文化不同,制度不同, 就形成我们不同的民族性。 有一个人在芝加哥读到大二,名校,好学生。 这次是儿子告爸爸。 怎么告? 他说我的祖父很有钱。 所以当我祖父去世的时候, 他大部分财产是给我爸爸的。 但是有一部分是给我的。 那时候我很小, 所以依法就唯请我爸爸带位处理。 我现在读到大二了, 我才发现, 我爸爸少给我很多利息, 他侵占了我的财产, 费告他不可。 这种事情。 各位,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中国, 你有什么看法? 中国人说你神经病了。 美国人的想法就是说, 我为了一块钱, 我可以花一千块告你。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来, 宋挂告诉我们, 中极。 就是说你警惕警惕, 你最后找到一个合理点。 可是, 他的总结是两个字, 叫中兄。 中兄的意思就是说, 你打官是输了固然是输, 赢了最后也肯定是输。 可能输得更难看, 因为对方没完没了。 你已经说我赢了, 没事了, 他才开始的。 他在暗中, 你在民粗, 你糟糕了。 我想这种案例在我们历史上, 看得太多了。 中挂的基本原则是求免于诉讼, 官司最好是中途调解, 这样才能得到双赢和吉祥的结果。 如果一定要争强好胜, 胖个输赢, 那么最终双方积怨, 反而都得不到好处。 但是现代社会竞争激烈, 官司也越来越多, 我们怎样才能避免中兄, 从而达到双赢的结果呢? 我们在看颂挂挂词最后两句话, 那很有趣的, 利剑大人不利涉大川, 利剑大人是什么意思? 我先请问各位, 什么叫大人? 中国人脑海里面小人我们很清楚, 就是修养不好的人, 不走正道的人, 就叫小人, 圣人我们也很清楚, 就是很会教训人家, 讲出来头头是道, 然后自己又很神圣的样子, 那就叫圣人, 那什么叫大人? 大人的定义很简单, 能够救你的命的人才叫大人, 他不能救你的命算什么大人, 你看我们一受到冤官就说, 大人啊,冤枉啊, 大人啊,救命啊, 从来没有人说圣人啊, 救命啊, 那你傻瓜吧, 圣人救你的命, 他就不是圣人了, 跟老百姓最切身之痛的, 最有厉害关系的, 最密切的就是大人, 大人在这里指什么, 指公正的法官, 大官是你要赶快啊, 求天地啊, 保佑啊, 指派一个公正的法官, 你碰到一个不公正的法官的话, 你怎么样都没有用, 老实讲, 法律如果定得很严密的话, 他就无法执行, 所以法律他一定定得有弹性, 才能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, 所以不要以为说, 哎呀, 只要依法执行就好, 只要法律定得严密就好, 那都是空谈, 那就是没有经验的人, 才会有那种幻想, 法律定得严密, 你就动谈不得, 你就自爱难行, 哪个学校敢说, 反考试作弊者一律退学, 你试试看, 看家长反应怎么样, 那很多老师就不抓了, 那么严重, 我抓他干什么, 我抓了没看到就好了, 你看有的老师监考, 他根本太看报了, 那老师监考看报也有两种, 阴阴阳之味道, 一种是真看报, 我就不看, 我管你的, 然后美其名说, 学生自智, 学生自律, 学生表现好, 用不着我了, 也很好听, 有一种不是, 有一种是包子里, 挖个小洞, 然后假装看报, 用那个透过, 把自己抓, 那个学生一辈子痛恨这样的老师, 是你假装看报, 我上当, 我才把那个小抄拿出来, 你等等我看, 我会拿小抄吗, 历见大人, 最后还是要靠人, 法再怎么好, 只要历法的人不平良心, 只要司法的人不平良心, 只要执法的人不平良心, 你这法等于零, 老百姓为什么始终没有信心, 就是千古以来大人太少, 这样各位才知道, 包公其实很难看, 矮矮的, 胖胖的, 脸色长得不高, 会那么出名, 但是千万记住, 不立社大川, 大川就是危险, 任何诉讼都是充满的危险, 那怎么办, 不立, 你不要认为说我一定赢, 天底下没有一定赢的官司, 没有, 因为他变数太多, 你怎么知道突然间杀出一个陈晓金来, 其实很简单, 如果有一个更大的案出来, 你这个案马上被割制了, 他理都不理, 因为他不处理那个案, 全世界都在看, 全社会都在看, 你这些算什么, 纸马小事, 一拖拖两三年, 因为那个案还没办完, 事实上变化多端, 谁都预料不了, 中凶, 要找到合理点, 相当不容易, 宋挂告诉我们, 只有司法公正, 才是减少诉讼的最好方法, 但是只要打官司, 无论输赢, 都不是什么好事情, 那么学习易经, 能否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, 减少纠纷, 尽量避免打官司呢? 因此, 宋挂的大象, 才会告诉我们, 天与水为行, 君子以卓氏谋食, 宋挂, 上面是天, 下面是水, 所以叫做天水送, 天跟水怎么会送呢? 你看天的代表是什么, 就是太阳, 太阳是从东方升起来, 向西走, 而我们中国的水呢, 都是从西向东流, 溢江春水向东流, 水由西向东, 太阳由东向西, 这两个刚好是相反的方向, 意见不合, 所以就会口角, 就会彼此相当不下, 然后就引起诉讼, 是这样来的, 你看我们东边是海, 西边是山, 海水过来以后, 回头来, 才会滋润整片的大地, 所以江南, 他就特别的回吾, 所以江南回吾, 要感谢西北的山, 君子看到这个以后, 他就深深感觉到, 我们应该怎么办, 四个字呢, 做事谋实, 就说你不管做什么事情, 你一定一开始之前, 你要做充分的准备, 第一个, 你要想, 我找来的人, 是不是志同道合, 如果不是志同道合, 我们迟早是意见不合的, 迟早是要分家的, 你看离婚也是打官司, 为什么会搞到当年, 你爱我, 我爱你, 爱的简直是如交事迹的人, 最后法庭先见, 这么奇怪吗, 怎么变得那么快, 就是没有做事谋事, 几个人合伙, 你去看好了, 没有赚钱的时候, 谁都不打官司, 因为他心里想, 没有赚钱, 打官司赢了也分不到钱, 一赚钱, 就开始闹一间, 怎么里面的人, 都是你的亲戚, 怎么管钱是你管, 我也可以管, 然后就开始退股, 然后有的人就把人家赶出去, 给他一点点钱, 看你要留, 要留一个钱都没有, 不留就这么多钱, 你要不要, 他就告, 他忍不住嘛, 他受不了气嘛, 他就告, 一个人刚开始, 要想得长远一点, 中国人, 他很爱面子, 你真的要很小心, 曾经有一次, 三个人要合伙, 就请我当公正人, 我们四个人吃饭聊天, 谈得简直投机得不得了, 然后三个人都嘻嘻咔咔, 就签了合同, 我们三个人合伙做生意, 那我一看, 很好啊, 我也很高兴, 我回到家, 领带刚拉下来, 衣服还没有脱, 电话铃响了, 其中三个人, 里面有个人打电话给我, 曾老师, 今天我是看你的面子, 我才同意的, 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啊, 所以你打电话, 告诉那两个, 拙费, 拙费啊, 你看, 有这样的事情, 中国人太聪明, 所以很多人很愤怒, 那你愤怒为什么用, 他天生就这么聪明, 虽然很多合作伙伴, 一开始都是同心协力, 同甘共苦, 但最后还是免不了, 同事操歌, 同归于尽的尴尬局面, 已经宋卦告诉我们, 在做任何事之前, 都要三思而后行, 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纠纷, 但是我们还是会有疑惑, 为什么一旦遇到诉讼纠纷, 就总会出现说不清楚的地方呢? 第一个, 中国字, 它是非常有弹性的, 我跟很多法界资深的人, 都谈过这个问题, 所以才会公说公理理, 婆说公理理, 同样一个理, 解释就不一样, 那看谁解释, 第二个更糟糕, 就是中国人的法律, 它永远少一条, 少哪一条, 非常有趣, 就是少你要找的那一条, 你看我们要办事的时候, 都把法律调出来, 每条都有, 就是我要找这条, 就是没有, 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, 其实非常简单, 就是中国人他从来不违法, 他从来不违法, 我违法干什么, 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还违法, 那你在干什么, 我在干什么, 我在做你法律没有规定的事情, 我已经这么忙了, 我还有时间去违法, 那像你定得好好, 他绝对不会做的, 你没有定我就做了, 你抓我就说法律没有规定, 你定个法, 他就说你专门对我的, 永远白不平, 不要那么天真, 我们走的是什么, 贫良心, 走理智, 那个理, 是孔子最重要的, 理智, 我们的制度, 永远是有弹性, 因为中国人本身就有很大弹性, 各位好好想一下, 任何一个法令定死了以后, 你都行不同, 这样各位才知道, 西方人写东西, 一二三四五写完没有就没有了, 中国人一二三四五写完, 他一定讲其他事宜, 他一定加上其他事宜, 他一定要留下一些空隙, 要不然的话, 你那法令等于没有法令, 除非你把中国字整个推翻了, 那又做不到, 中国字, 中国人, 中国话, 是世界上最有弹性的, 叫做一字一太极, 好像我在机场最常停的一句话就是说,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, 那个人说规定不可以, 他听到人都口大, 规定, 那是你们家的规定, 干我什么事, 你还想用你们家的规定来管我, 那就很妙, 所以我们讲到宋挂, 我们一定要记住, 最难就是合理, 我讲得很清楚, 西方人是你法怎么定, 我就怎么做, 这是他们的民族性, 中国人不可能, 中国人要求比较高, 我只接受合理的法, 我绝对不接受不合理的法, 难道这也错吗, 其实美国当年规定开车, 一定要扣好安全带的时候, 美国人是反对的, 可是当这条法令通过以后, 所以美国人通通到, 我们中国人习惯不是这样, 中国人习惯, 政府你要定什么法令, 你去定, 反正我会干扰不了你, 你去定, 我只会想, 到时候不要让你抓到就好, 中国人想法跟西方人不一样, 西方人从来不会去想, 我到时候不被你抓到, 因为他不可能不抓到, 很奇怪, 中国人他就抓不到, 所以每一个人被警察抓去, 都说冤枉, 没有人说我违法, 他也没有抓, 他也没有拉, 他就没事, 我没有拉就有事, 你不找过麻烦, 到处都是这样, 中国人的弹性思维, 导致了在诸多诉讼过程中, 很难达到双方一致认同的合理结果, 不平, 不均, 不合理, 是引起诉讼的原因, 司法是否公正, 左右着人们的诉讼成败, 但是一经送挂中, 又主张人们免于诉讼, 那么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, 遇到不平, 不均, 不合理的事情, 又该怎么办呢? 你把疫经这个送挂看清楚, 你就知道任何人做事情, 开始之前, 先想会不会引起官司, 会不会, 如果会的话, 我尽量去避免, 我事先去沟通, 我可以找人去打招呼, 我现在讲一个很具体的事情, 你做医疗, 做出来以后有人访罢我, 你怎么办? 你去抓, 你不抓, 他还访罢得少, 你只要开始抓, 他就大量的访罢, 反正一直抓, 反正是要告的, 我做这一批, 你去告我, 我做更多批, 你不过是告我而已, 你就惨了, 本来他还不好意思, 是明目张胆的, 他只是偷偷的访罢一点, 你一告他, 大规模的访罢, 来吧, 我才有钱跟你告, 可能法官要判决的时候, 你公司已经倒闭了, 所以中国人做话是, 抓, 非诚不可, 但是他们抓来以后, 你不会送法院, 你会找一个有头有脸出来, 两边调解调解, 你过去访罢了就算了, 现在不要了, 他认为说, 我赚了这么多钱, 算了, 我开始不放了, 这就叫做庭外和解, 大事化小, 小事化了, 所以宋瓜告诉我们, 踢, 踢的意思就是说, 你要警惕你自己, 因为你警惕不了别人, 我很守法, 我很规矩, 我还要预防别人用不规矩, 来找我麻烦, 我还要预防, 我过分地刺激人家, 人家受不了, 他明日安的都给我乱来, 做人是很难的, 所以我们读了宋瓜, 我们应该知道说, 人生就是在不断地, 艰难险阻的情况之下, 自我成长, 我们老想过一个很简单的日子, 政府定了法, 大家依法, 五千年都做不到, 你说做不到, 我保证做得到, 我们就把交通警察, 一批一批去训练, 长枪在哪里, 路桥很多, 在哪里, 窗户灵灯, 砰, 就地正法, 窗户灯, 砰, 超黄线, 砰, 我保证所有人规规拒绝, 但是这算什么国家, 这算什么社会, 日本人在台湾的时候, 他是抓到小偷, 第一个想把你脚扣跟砍掉, 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同胞, 当然可以砍, 谁都不敢当小偷,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, 谁当小偷, 抓到砍, 你还敢来吗, 我保证没有小偷, 但是那样的社会, 你愿意吗, 讲起来都恐怖, 那你怎么办, 我问你怎么办, 所以讲来讲去, 还是大家要讲讲良性, 大家要自己管好自己, 讲些些好像是废话, 最后变成最有用的, 这是读音给我们的最好的启发, 因为义经告诉我们, 人类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, 甚至我们以前讲到说, 当老百姓不怕违法的时候, 不怕死的时候, 你法有什么用, 你说抓到枪毙, 枪毙就枪毙, 我就想银行, 你什么用, 不能使人信服的诉讼, 即使胜作也不光彩, 但是人们一旦打起官司来, 往往都会忽略事情的本质, 而是想尽各种办法, 就是要争口气, 讨个说法, 但是疫情中却告诉我们, 一定要讲良心, 自己管好自己, 那么学习疫经, 能否帮助人们减少诉讼呢? 从小就告诉他, 你要拼良心, 不拼良心, 所得到的东西, 最后都是保不住的, 他慢慢就懂了, 他就很小心, 不要偷人家东西, 不是自己东西, 不要乱拿, 但是我们要说一下, 当小孩子, 把自己家里面的钱, 拿出去花的时候, 你不要认为小孩在偷你的钱, 你不要, 因为他根本没有偷的概念, 很多小孩子很冤枉, 他哪里有什么偷的概念, 他没有说财产是有志的这种概念, 他没有, 他不懂, 他认为钱在哪里, 大人拿着花, 那我也拿着花, 没什么不对呢, 所以当小孩把钱拿出去的时候, 你不要一口说他是偷家里的钱, 那是大人的不对, 你要告诉他, 你要用家里钱, 可以, 因为你是我们家的一分子, 爸爸可以花钱, 妈妈可以花钱, 你当然也可以花钱, 但你要告诉爸爸妈妈一下, 我们才知道, 不是外面人来偷的, 是自己人拿的, 那你要拿多少, 你跟爸爸商量一下, 那爸爸说, 没有, 你跟妈妈商量一下, 他就知道, 两个都要商量, 这才是教育, 然后父母就说, 糟糕了, 这个小孩这么小就会偷啊, 那就完了, 那小孩就说, 你认为我是小偷, 我就小偷给你看, 你把我怎么样, 然后他有不正当的需求, 你又不知道怎么样去导真他, 那如果最后走上诉讼的路子的话, 全民都不按宁, 法官越满, 就表示社会越乱, 这是相对的, 我们宁可法官, 领工资不做事, 这就是孔子所讲的, 毕业无送业, 我想办法, 让大家都不打官司, 不是金子女不能打官司, 那不行, 我有办法疏通化解, 事先防备, 提高人人的警觉, 然后让大家都知道, 打官司最后是两败俱三, 每一个人都很谨慎, 做什么事情, 大家说难听一点, 都把坏的说在前面, 不要老说好的, 是不是人家要投资, 你要告诉他, 这是有风险的, 当然不大了, 他有百分之五的样子, 你很量很量, 我们现在都不是这样, 绝对没有方向, 百分之百赚钱, 你今天不投资, 明天就后悔, 然后一来, 没有办法, 贵本啊, 他就开始告你, 当初你说那么好听, 我才投资的, 你现在引诱我上当, 你一推二五六, 什么都不管, 搞, 搞里面有结果, 没有结果, 答案会导人家的人, 他老早把钱掏空都, 移到别地方去, 你来吧, 法院查封, 没有, 最后清藏, 没有, 不会那么傻瓜, 留在街里, 等你来查封, 等你来清查, 不会, 任何事情, 事先防备, 事后不后悔, 这才叫快乐, 这才是快乐的定义, 快乐不是嘻嘻哈哈, 嘻嘻哈哈就是不动脑筋, 不动脑筋就是死到临头, 你还不知道, 那就叫幼稚, 就叫蒙妹, 那就是蒙瓜都没有搞通, 宋瓜, 它的中心思想, 是研究, 不要诉宋, 所以我们下一次要谈的是, 化除送类, 因为诉宋是很累人, 怎么样把它化除掉, 化除送类, 大家轻松, 谢谢。